就留給各位先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把它簡單又可以完成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剛Wi-Fi熱點的統計 如果我希望把Wi-Fi熱點的統計 直接在前面的一個地方 直接把它按個按鈕 自動把這個跟這個直接幫我畫出來 這個是1 這個是2 所以我希望待會這兩個可能就是 這個先刪掉好了 刪掉一下 然後刪掉之後的話 如果我希望這邊加一個按鈕 它按下去之後 可以幫我把剛剛那件事情就全部做完了 而不用像我們剛剛一樣 還要先插入出分析表 然後還要再把它做那些動作 才會有 那怎麼辦 你希望一鍵完成 OK 那所以如果要一鍵完成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分兩個步驟 一個是 就像我們上次那個範例 先產生一個樞紐表 第二步再產生樞紐圖 然後再把兩個合併在一起 這樣子就可以一鍵完成了 OK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如何錄製聚集 並且可以達到一鍵完成 剛剛那種Wi-Fi熱點前五名統計的按鈕 按下去 自動挑出來 那我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一樣錄製聚集 所以你剛才記得吧 這個箭頭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找到開發人員按確定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在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聚集名稱 所以我就不彩排 因為彩排之前講過 你最好自己先把動作先熟悉 再開始錄製 因為我剛剛已經做過了 所以第一個叫樞紐表 簡稱一下 樞紐分析表叫樞紐表 OK 好 然後按確定就開始了 那開始的話動作就是剛剛我們那些動作 反正就照做就OK 按確定 第一步的話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按確定 這樣OK 第二步的話就是把地區有沒有 拖拉到列 不過各位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錄製聚集的話 請特別特別注意 拖拉的動作順序 請不要先列 再遲 而要必須顛倒 這個要一 這個要二 如果你假設兩個顛倒 它錄下來的聚集會發生錯誤 OK 那為什麼會錯 其實我之前跟各位講 不知道原因 反正我試過 顛倒過之後就會是正確 但是不是顛倒的就是錯誤就對了 OK 你們可以自己再找找看有沒有答案 如果答案可以告訴我 所以先拖拉號 記得拖拉號地址到尺 再拖拉號列 OK 好 這樣完成了 然後再把游標放在B4 所以點一下B4 有沒有 資料Z到A 並且把前五個實篩選 前五個這邊改成5 按確定 這樣子就完成錄製了 所以完成錄製之後的話 請你再到開發人員 把它停止錄製 特別最後一步很重要 你不要忘 錄得很開心就會忘了停止 然後就一直錄下來 就一直錯 那就變成NG重來 停止錄製 好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可以先把這個工作表先刪掉好了 我們把它重Run一下 把它刪掉 當然 這個時候聚集裡面應該就有一個樞紐表 執行理論上應該會自動幫我把剛剛的表格產生 並且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但是會不會成功 好像不會啦 我們之前講過 按執行 它會出錯 錯在哪裡呢 它這邊有個錯誤訊息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請你按偵錯 那偵錯的錯誤地方 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我習慣有沒有 這個把它先放大 然後姿態小 我習慣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號字 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那再來的話 我習慣把這個VBA拖拉 就是把它稍微視窗縮小 浮動在Excel的上方 那這樣的話 我可以看到背後的相關訊息 來檢查我這個程式到底哪裡出錯 那首先的話 這個程式 有沒有 薩博一個樞紐表 這邊這個註解 我覺得多餘 我一般習慣會把它刪掉 那首先的話 第一行是什麼 薩詞點Excel 薩詞就工作表 所以點Excel就新增 所以這一行其實就新增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新增工作表 那名稱的話 它變成會不斷地增 也就是你新增第一次 就工作表1 第二次工作表2 一時類推 所以我們錄製的時候是工作表3 有沒有發現 那現在的話 因為再重新執行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工作表4了 所以錯的話是說在這裡 那怎麼辦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就是第一個 你直接把工作表3驚嘆號 有沒有 直接把它拿掉就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叫Table Destination 就是你要把樞紐分析表畫在哪一個開始 那我放在R3 R3指的是第三列 CE指的是第一欄 所以指的就是這個 A3的儲存格 那為什麼前面要加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它新增之後 它要指定某 不過其實你不指定工作表 它就知道說你目前這個 目前這個 那我們就目前這個就好了 所以你就把這個解決掉 OK 好 那這個地方應該就可以過了 所以你再來你可以偵錯裡面按F8 我按一下 F8 它就跳 會過 過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它就把樞紐分析表 幫你畫在A3開始的位置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SHITS 工作表Densilect 這一行應該會出錯啦 因為目前是工作表4 然後再把郵標再放在什麼 Sales是儲存格 第三列的第一欄 那一樣也是A 所以這兩行我建議各位 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沒意義嘛 為什麼要再選多餘的 所以這兩行我建議可以把它delete掉 好 那再來底下各位有沒有看到很長一串 WITH到ANDWITH 這一些這個範圍的程式碼 主要是設定樞紐分析表的一些相關的設定值 那這些設定值都預設的 所以我建議啦 我是滿討厭看到這一串 所以你不加也沒關係 但是加也不影響 那因為我為了讓程式變得更簡短 我建議各位可以把WITH 到下方的ANDWITH 這一段程式碼把它delete掉 OK 然後他會問你要不要從這按確定就好了 沒關係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底下的程式 哇 突然間感覺開闊好多 那接下來的話你就知道說 我其實這個程式的話 如果它註解 還記得吧 第一步的話就是這邊就是插入那個什麼 這個的話其實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應該在底下這邊的話 我們插入之後的話不是有什麼 把它拖拉到尺 拖拉到尺應該就是到這兩行吧 所以第二個是拖拉到尺 第三個的話應該就是拖拉到列 後面這個中文自己打一下 然後再來排序 還記得吧 排序的話是第四 那怎麼排序還記得吧 游標放在B4上面 然後排序 排序應該是到這個吧 然後最後的話我們還有什麼 排序 取得前五個嘛 前五個就是有個什麼 前五名嘛 列出前五名的部分 所以這邊就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取得前五項嘛 有沒有 那其實關鍵應該在這邊有個 Value1吧 貿號等於5 OK 好 那這個註解的話請各位 就自己再把它打上去了 那基本上就OK了 所以我們來再Run一下看看 把這個把它刪除掉 然後再執行看看 執行的話你就直接這邊執行 樞紐表出現了 不過最後好像有一個比較不OK的地方就是 這個工作碼名稱它叫工作碼5 剛才4嘛 接下來就變6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呢 這個名稱可不可以讓它變成一個 就是我比較看得懂的名稱的話 那我習慣會在這個程式裡面的 取得.add 新增之後 我把它的名稱改成我看得懂的 那怎麼改 還記得吧 我記得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叫Active 目前的這個工作碼 Active Shoot 它的名稱叫.name 點name的話就名稱 等於什麼呢 我剛剛給的一個 Wi-Fi 比如前五名統計好了 好 這樣子的話 那把它加上去 就是等於是 add一個新的工作表 再把名稱改成這個 所以這個名稱會自動改 然後試試看好了 這樣就OK了 記得我打字的時候你會發現 我都打小寫 那如果你移開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手字如果有變大寫的話 表示沒打錯字 有沒有發現 A跟S跟N有沒有 會自動變大寫 但是如果假設你打小寫的時候 移開的時候 卻沒有變成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誠實打錯了 我打一次一個地方 比如說這邊假設我打一個A好了 我故意如果把它這個 少打一個字或多打一個字 比如說可能有同意 把sheet加S好了 比如說你多一個 其實sheet只會有一個 Active Sheet只會只選一個 不可能選多一個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設你是打小寫 那你字打對 它會變大寫 可是你字如果有一個字拼錯了 你如果移開會怎麼樣 他還是小寫 所以如果你如果看到 為什麼老師還是小寫 到底很簡單 你打錯字了 OK 所以程式一個小技巧 訣竅就是不要打錯就好了 沒什麼難得 不要打錯 不過不打錯好像就很難了 OK 但是你就是知道這個方法不要打錯 因為我以前也訓練自己 什麼方法可以讓自己不要打錯字 後來我發現這個方法還滿好的 打都打小寫 如果移開沒變大寫錯了 就檢查一下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哪個地方錯 有啦 多打一個S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移開喔 有沒有變大寫 有啦 有沒有 所以這個方法我覺得還滿好的 這個是我個人平常寫程式的小習慣 分享給大家 OK 因為我覺得這樣如果你可以找個方法 讓自己寫程式的時候不要寫錯 那這樣寫程式應該就不太會有出現錯誤的可能性 那你寫程式就會很愉快了 我發現很多人會很討厭寫程式 就是因為奇怪為什麼怎麼寫 老師你上個都很順 為什麼換成我都很不順 那其實都是小地方 我是覺得你那個小地方有沒有要注意到 我覺得其實真的 最後你不要懷疑說到底是不是電腦壞掉 不是 真的是你自己做錯了 你檢查一下 我發現99%都是因為你 就是小地方沒做對 OK 所以最後這個做完之後 那這一段我因為後面加註解 這個註解要加滿多的 所以我也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我記得好像我這邊已經有打好了 就這一段 有沒有 1 2 3 4 5 OK 前五項 然後這一段 如果你假設你們有錯誤 我乾脆直接拿這一段C Ctrl C Ctrl C之後把它Ctrl V直接蓋過好了 應該一模一樣的東西 Ctrl V 就一樣了 所以假設你有錯你就比一下 最後你可以把它直接怎麼樣 這個刪掉 然後再run它一下 run的話就是直接什麼 直接執行一下 看對不對 看結果 所以結果有沒有書納分析表 有了對不對 有沒有一個名稱 有了 OK 那就完成了 試一下好了 那明天下課休息 待會兒再來看 後面還有 書納表有了 書納圖有了 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就一鍵完成了 然後再用來看 就好了 然後再用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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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這個東西 好 那是 好 谢谢观看